人体艺术 下集 我坐着看他青虾那杯白兰蒂 发现他那双狡猾的眼睛一直在偷窥着我 浴火就像条小青蛇在眼里缠绕 不由得让人感到一丝恐惧 突然他开口说话 差点让我惊跳起来 雷奥尼 我听到了点你和珍妮特·贝拉家的事 格拉迪请不要 看看你脸红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腿上 阻止我说下去 我们之间现在没有秘密 不是吗 珍妮特是个好姑娘 你简直不能再叫他为姑娘了 格拉迪停了下来盯着杯子看 当然我同意你对他的看法 的确是个出色的人物 除了 这时他的语气放缓了许多 除了偶尔谈一些意想不到的话题 都谈了些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谈起了一些人 也包括你 说我什么 没什么 你不会感兴趣的 到底说了我什么 说起来真的不值得再提起 只是他的话令我好奇而已 格拉迪 他到底说过我什么 我急切地等他回答 汗水已从脊背上滚落下来 哎 让我想想 只是在开玩笑 说了些 关于和你一起吃晚饭的事 他感到厌烦了 是啊 格拉迪一口喝干了一大杯白兰底 今天下午正巧我和珍妮特一起打牌 我问他明天是否有空一起吃饭 实际上他当时说的是 没办法 我不得不等那讨厌的雷奥娜在一起 珍妮特是这样说的 当然 还有什么 够了 我真不想多说了 快说快说 请继续吧 哦 雷奥娜 别这样对我大叫大嚷的 你非要听 我才告诉你 不讲 好像不够朋友 你不认为 现在我们 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吗 好了 快说吧 瞧瞧 我的上帝啊 你得让我想想 就我所知道的 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格拉迪模仿着我那极为熟悉的 珍妮特的女中音说 雷奥娜真是个乏味的人 吃饭总是去约赛格瑞餐厅 总是在那里反复讲他的绘画 慈敏 慈敏 绘画 在回去的出租车里 他抓住我的手 紧紧挤靠着我 一身劣质的烟草味 到了我家 我总会告诉他 待在车里不用下来了 他也总是假装没听见 瞎着眼看我开门 我总能在他尚未动脚一前 赶快留紧屋 把他挡在门外 否则 那可真是个可怕的夜晚 听到这些 我已完全垮掉了 沉沉的回来 直到第二天 天光大亮 尚没能从绝望的心情中挣脱出来 我又是疲惫 又是沮丧的躺在床上 拼合着昨天在格拉蒂家 所谈内容的每一个细节 他丑陋扁平的脸 满鱼般的嘴 说的每句话 和令人难以忘记的 珍妮特对我的评价 那真是珍妮特说的 一股对珍妮特的憎恶突然而生 像热流般传遍全身 我突然像发烧一样 一阵一阵颤抖 竭力想压下这股冲动 对 我要报复 报复一切 敢诋毁我的人 你可能说我太敏感了 不 真的 当时这件事逼得我差点杀人 要不是在胳膊上掐出的一条条身痕 给了我疼痛和冷静 我真的可能杀人 不过杀了那个女人太便宜了她 也不合我的口味 得找个更好的方法 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 也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职业 但是怨恨和暴怒 能使一个男人的思维惊人的敏锐 很快我就有了一个计划 真正的令人兴奋的计划 我仔细地考虑了他的每一个细节 改掉了几个难以实施之处 这时我只感到血脉喷张 激动地在床上跳上跳下 捏得手指嘎嘎作响 找到电话簿 查到了那个电话 马上拨号 喂 我找约一顿先生接电话 约翰约一顿 我就是 哎 很难让这个男人想起我是谁 我从没见过他 当然他可能会认识我 每一个在社会上有钱有地位的人 都是他这号人追逐的对象 我一小时后有空 我们见一面再说吧 告诉了一个地址 我就挂了电话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 一阵阵的兴奋 刚才还处于绝望之中 简直想自杀 现在则亢奋极了 在约好的时间 约翰约一顿来到了读书室 他个子不高 衣着讲究 穿件黑色天鹅绒的夹克 很高兴这么快就见到了你 荣幸之志 这人的嘴唇看起来又湿又黏 苍白之中 饭点微红 简单客套几句话 我马上就进入正题 约一顿先生 有个不情之请 要劳您大驾 完全是个人私事 哦 他高仰着头 攻击式的一点一点 呃 是这样 本城有个小姐 我想请您能为她画张画 我非常希望能拥有一张她的画像 不过请您站不必告诉她 我这个想法 你的意思是 是否有这个可能 我说 一位男士对这位小姐仰慕已久 就产生了送她一幅画的冲动 而且要等到合适的时候 突然送给她 当然当然 真是罗曼蒂克 这位小姐叫珍妮特贝拉加 珍妮特贝拉加 让我想想 好像真没见过她 那真是遗憾 不过你会见到她的 比如在酒会等场合 我是这样想的 您找到她 告诉她 你需要个模特 已经好几年了 她正合适 脸型 身条 眼睛 都再合适没有了 你愿意免费给她画张像 我敢肯定 她会同意的 等画好后 请送到我这里 当然我会买下来的 一缕笑意 出现在约一顿脸上 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 是不是觉得有点过于浪漫 我想 我想 她愁愁着想说什么 双倍画愁 那个男人舔了下嘴唇 哦 刘乃先生 这可不寻常啊 当然 只有毫无心肝的男人 才能拒绝 这样浪漫的安排 我要的是张全身像 要比Mason的张 大两倍 六十乘三十六的 要站立着的 在我看来 那是她最美的姿势 我可以理解 我很荣幸 画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 非常感谢 别忘了 这可是我俩之间的秘密 送走那个混蛋以后 我迫使自己 能安静的坐下来 连坐了二十五个深呼吸 否则真的会跳起来 像白痴一样 快乐的大喊几声 计划就这样开始实施了 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 现在只有耐心的等一段时间 按这个男人的画法 可能得几个月 我得有耐心 消磨这段时光的最好方法 莫过于出国了 我去了意大利 四个月后 我回来了 令人欣慰的是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珍妮特贝拉加的画像 已经完成 约一顿打电话来说 已有好几个人 想抢购这幅画像 不过已经告诉他们 这是非卖品 我马上把画 送进了我的工作室 强耐住兴奋 仔细地看了一遍 珍妮特身着黑色晚礼服 挺挺玉立 靠在一个用作背景的沙发上 手则随意地搭放在椅背上 这幅画确实不错 抓住了女人 最迷人的那份表情 头略前倾 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当然脸上的缺憾 都已被狡猾的画家加以掩饰 脸上的一点皱纹 过胖的下巴 都巧妙地处理掉了 我弯下腰来 仔细检查了画的衣服部分 好极了 色彩上得又厚又重 颜料层能看得出 比其他部分更厚住一些 我一刻也不想再等 脱掉上衣就开始干了起来 我本来就是以收藏名画为业 自然是个清理修复画像的专家 清理这会儿除了需要耐心外 实在是个很简单的工作 我倒出了一些松节油 又加了几滴酒精 混合均匀后 用毛刷沾了些 轻轻地刷在画像的碗礼服上 这幅画应该是一层干透后 才画另一层 否则颜料混合在一起 那就要大费功夫了 刷上松节油的那一块 正处于人的腹部 我花去很多时间 又刷了几次 又加了点酒精 终于颜料开始融化了 近一个小时 我一直在这一小块上忙 轻轻地越融越深入到油画的内部 突然一星点粉红跳了出来 继续看下去 礼服的黑色抹去 粉红色块 显现出来 到目前为止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我已知道 完全可以不破坏内衣的颜色 而把该死的碗礼服脱去 当然 要具备足够的耐心与细致 适当配置好西式剂 毛刷子更软一些 工作自然 进展的相当快 我先是从她身体 靠中间的位置开始 礼服下的粉红色 慢慢显露 那是一件有弹性的女子束腰 用来使身材 更具流线性 可产生更苗条的错觉 再往下走 发现了吊蛙带 也是粉红色的 吊在她那有肉感的肩膀上 再向下四五英寸 就是长筒袜的上端了 当整个礼服的下部除去后 我马上把精力 放到了画像的上半部分 从她那身体的中部 向上移 这部分是路腰上衣 出现了一块雪白的皮肤 再向上是胸部 露出了一种更深的黑色 像是还有相皱者的袋子 那是胸罩 初步工作以大功告成 我后退一步仔细端详 真是令人吃惊的一幅画 珍妮特身着内衣 站在那里 像是刚从浴室走出来 下一步 也是最后一步了 我一夜没睡 准备请柬 写了一夜的信封 总共邀请了22个人 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这样的内容 21号星期五晚上八十 请赏光到闭舍一句 不胜荣幸 另一封信是精心给珍妮特准备的 在信中 我说我渴望能再见到他 我出国了 我们又可以再见面了 等等等等 总之 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请客名单 包括了本城最有名的男人 最迷人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我有意要使这场晚会 看起来完全是很普通的那种 当笔尖刷刷的在信纸上划过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 当这些请柬 到达那些人手中时 他们会激动的大叫 刘内要搞一个晚会 请你了吗 哦 太好了 他在晚会上一切都安排的那么好 他可真是个可爱的男士 他们真的会这样说吗 突然 我觉得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也许是这样的 亲爱的 我也相信他是个不坏的人 不过 有点令人讨厌 你没听说过 珍妮特是怎样评论他的吗 不管怎样 很快 我发出了邀请 21号晚八时 我的大会客厅挤满了人 他们四处弹着 欣赏墙上挂的 我收集的名画 喝着马滴尼酒 大声谈论着 女人们身上散发着芳香 男人们兴奋的满脸红光 珍妮特穿的还是那件黑色的晚礼服 我从人群中发现了她 在我的脑海中 见到的还是那个仅穿内衣的女人 黑色香有花边的胸罩 粉红有弹性的束腰 粉红的吊蛙袋 我不停地在谈话的人群中走来走去 滨滨有礼和他们聊上几句 有时还会接上话题 使气氛活跃起来 晚会开始 大家都向餐厅走去 哦天哪 他们都惊呼起来 屋里太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蜡烛蜡烛 雷尔内太浪漫了 六只细长的蜡烛 以两英尺为间隔 插在餐桌上 柔弱的烛光 只勉强照亮了附近的桌面 房间的其他地方 则一片黑暗 这正是我希望的 客人们都摸索着找到了位置 晚会开始 他们好像都很喜欢这烛光下的气氛 尽管因为太暗 大家不得不提高了一点嗓门 我听到了珍妮特·贝拉家的谈话 上星期在俱乐部的晚宴 真令人讨厌 到处都是法国人 哪里都是法国人 我一直在注意那些蜡烛 实在太细了 不长时间就会燃尽 突然我有些紧张 从没有过的紧张 但又有一阵快感 听到珍妮特的声音 看到她在烛光下有阴影的脸 全身就充满一阵阵冲动 血液在体内四处奔腾 时机到了 我吸了一口气 大声说 看来得来点灯光 蜡烛要燃尽了 玛丽请开灯 房间里一片安静 可以听到女仆走到门边 然后是清脆的开关声 立刻到处都是刺目的灯光 趁这时我溜出了餐厅 在门外 我有意放慢些脚步 听到餐厅里 开始了一阵喧闹 一个女人的尖叫 一个男子爆跳如雷的大喊大叫 很快吵闹声变得更大 每个人像在同时喊着些什么 这时想起了梅瑟太太的声音 概括了其他一切 快快 向她脸上喷些冷水 在街上 司机扶我钻进了轿车 我们出了伦敦 直奔另一处别墅 她距这里 九十五英里 现在再想到这件事 只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凉 我想 我真的是病了